我我这里啊 那个一直都是有那个网络不太稳定的那个标识 然后我我要我因为我要给大家共享屏幕 让我就把我自己的画面先关掉 然后等我讲完课我再打开吧 我怕突然就崩崩出去 好的好的 谅解一下我 好没关系 我先给大家共享一下 好的正式的跟大家问好 我刚才介绍了我自己是来自顶峰五月青春团队 爱多美高级营销经理 Lydia张美玲 这里我添加 以前我都说我自己是张美玲 但是我添加了Lydia这个英文名字 是来自于圣经理的一个人物 我希望我可以成为像他一样的女人 他非常厉害 很高兴今天可以在爱多美顶峰直播间与大家分享 简单的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让大家认识一下我 我是来自江城吉林省吉林市 现在呢生活在村城吉林省省会长春市 我19岁的时候 我就是为了离开东北 背着我的父母呢志愿表上写满了北上广深 最终去了珠海 毕业了以后呢也不甘心 我想去经历大城市的一切 所以我说大家能说得上口的这些大城市 我几乎全去过了 当然工作的类型也是非常丰富的 集中的来讲的话 我做过贸易做过物流也做过人力资源 现在还是觉得大东北好又回来了 大家有没有觉得我我有点太能折腾了 是不是 我就是特别爱折腾 但是折腾了这么多年呢 见识我觉得也算多了吧 眼界也宽广了 格局呢也算打开了 但是在我遇到爱多美这家公司以后呢 觉得拥有爱多美格局还是需要再修心修行的 今天我的主题是爱多美的事业说明 那我在韩国近两年的时间 近两年的时间 经营了近两年的爱多美 晋级高级营销经理后呢 去年2020年年底12月的时候 我回到了祖国 又在中国进行 进了半年多的事业 我来讲爱多美事业呀 我想我得先说说我和爱多美有多熟 在韩国呢自从我全职经营爱多美之后 所有公司所有的一日研讨会 成功学院一次我都没落过 然后我们那个在韩 所以我在韩国爱多美公司的总部啊 还有12个会上我几乎全去过了 教育中心的活动我几乎也没有缺席过 我回到国内了以后呢 也去过位于烟台的中国爱多美公司总部 也参加了位于长春市的东北区域的一日研讨会 当然还有我们团队 团队在国内的一些服务中心沙龙会 我也都参加过了 那么我相信我目前对于爱多美中韩 两国的经营方式来说还算了解 大家其实现在看不到 我现在都手舞足蹈的在讲 今天想跟大家聊聊 我认为的爱多美事业 我们来做一个互动吧 请大家在屏幕上 打出来您现在经营爱多美事业的坐标在哪里 就是您现在身在哪个国家 我们在屏幕上看看在这个聊天区域能不能打得出来 我关注一下聊天区域 大家现在是在哪个国家 身在哪个国家 我们比方老是说在韩国 中国韩国 就是我们互动的人比较少 这个聊天区域大家是找到吗 台湾也有 大连中国韩国 韩国 那现在看的话 其实 大多数是在中韩这两个国家的比较多 然后还有少许其他地区的比较多 就是在这来看 好像是韩国的片多一点 我还有第二 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咱们直播间有没有听 就是有没有一次 一次事业说明都没有听过的伙伴在场 在场的话咱们来扣个1 如果说不好意思的话 我们这个邀请人 推荐人也可以带扣个1 有没有新人在 今天没有新人在吗 哇 好的好的好的 那我就继续我的 总有一位有一位 好好好 总听我讲课的老师们都知道 我讲课总是没一个固定的风格 我今天又是突发奇想 因为我是昨天才知道 我今天有课的 我是希望用不同的思维方式 来解读爱多美公司 因为我得到的一些市场反馈 可能 就是很多人说 第一次听我们以往的分享方式 很多人觉得听不懂 或者是不太感兴趣 或者是听不进去 让我觉得很生心 就是真的是很生心 因为爱多美的事业 小则可以说是零投资 赚零花钱 大了也可以说是改变家族命运的事业 所以我只是想尝试很多种方式 来解读爱多美 让第一次听到的人 对他产生一些好奇心 那新朋友可以随时给点反馈 老朋友呢也可以给点建设性的意见啊 首先我拿一个比较相对比较权威性的一个数据 跟大家 来分享一下 这个 这个呢 就是 我是这个所谓的权威性的数据是什么呢 这一家 这一家学习平台 学习就是 培训机构 这样的一个平台呢 是为这么多家企业来做一个商业策划案的 商业方向的这样的一个学习培训机构的一个PPT 所以 大家可以看到这些企业在中国 至少在中国是比较厉害的了 给这些公司做商业策划的话 这个学习培训机构也是比较权威的了 那在这里面呢 我是把他的一个课程的PPT拿出来与大家分享 在这里可以看得到写的是低端颠覆式创新逻辑图 好像有点不太好理解啊 但是待我解说一下就比较好理解了 这里有看到一个曲线 上曲线是市场需求速度 下曲线写的是低端市场需求速度 然后还有一个是技术的进步 还有一个颠覆式的创新 拿到了新技术的进步速度 最后中间有一个竖杠写的性能过度 然后有一个时间线和技术产品的性能 这样的一个图 那我们再看一下下一个图 它是如何说的 哪个单一要素是初创企业的最佳切入点 这里写的是低端大众市场 老朋友们看到这个低端大众市场 应该有一点感觉 好像是爱多美的味道啊 有一点这种味道对不对 因为 现在他这里讲到的是 目前任何行业从都是需要从低端切入 走进大众市场 是未来稳赢的一个思维方式 他给出的是这种 所有的行业 他指的是所有的行业 大家注意啊 所有的行业只要正确的套用这种公式 他绝对是稳赢的一个状态 那又回到我们爱多美 就是说他就是先说这个公式吧 难道他反过来我们通俗的话说的话 只卖便宜货 便宜货就是好的吗 有的人可能会这样理解啊 因为我看到当时学这个课的时候 有很多人都是在公平时打出这个 是不是我们把所有的东西都 押到那种便宜货的话 就是好做市场 也并非如此啊 绝对不是绝对不是这样的 再看到下一步是什么呢 就是但如果想取得持久成功 必须不停提升技术能力和 夯实互成和这样的一个 下面写的是从低端切入 不等于永远低端 在这里我就觉得完全和我们爱多美 特别的相效 还有一个就是 第一关颠覆是创新的两个关键步骤 第一个是需求 识别未被满足的大众需求 第二个啊 这个供给是和这个需求相应的一个供给啊 引入新 新型技术和产品更便宜 更方便更便宜 然后供给是技术产品连续性的迭代进展 我为什么要分享这个呢 我是想说 如果我们用这种一个 这种思维方式来看待我们爱多美的话 你就会发现 爱多美这家企业是必定走向成功的一个企业 必定可以走向百年的一个企业 稳赚不赔的一个企业啊 那我在这里再看一下我们公司是什么样的 看一下啊 我们首先我们产品是符合大众 这位是我们的董事长创业者 我大概给大家过一下啊 这位 我们的创始人 朴寒基董事长呢 他上过很多世界级的这种财富杂志的封面 还有很多电台 这些呢我是想略过的 因为什么这些东西 即便我不说 大家可以在我们公司的网站去读到更详细的东西 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一个大框架 让你对我们公司想去深入的了解 并不是说我今天就给大家讲特别特别的深入的东西 我是想跟大家说到是我们公司是值得你去深入了解的 深入了解的途径 权威的途径非常多 在这里再看一下这个逐渐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公司现在已经有了进入17个国家与地区的这样的一个实力了 还有一个 这个是非常有趣的啊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曲线图是持续上升的 为什么这个说是非常有趣的呢 所有的公司三年后都会有一个曲折在 都会有一个下滑在上升下滑在上升 大家都认为那个是正常的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09年到19年到直到我们现在 2021年它都是直线上升的 一个一直都是稳步上升的一个趋势 这个就是我们爱多美 大家从这里要对它有一个非常大的改观 一直看啊 19年 然后这个呢 这个是超越顾客的感动 实现顾客的成功 这句话我为什么写到这里呢 还有这个 CCM认证 它是一个以消费者为中心的一个认证 这两个是等大家真的对爱多美感兴趣了 然后深入了解爱多美的时候 这两个是大家会非常非常受感动的一点 真的非常感谢这个公司 然后非常受感动的一点 嗯 然后我们的产品是我过后再讲 嗯 在这里 看一下 首先啊 嗯 在这里产品 给大家大概讲一讲 首先我们的产品是符合大众消费观念的 并且我们与所有的合作厂商有一定的技术性 或者说是共同成长的这样的一个合作方案 刚才提到那个低端的时候 是不是有一个技术 技术含量的问题 啊 然后在这里看 我们可以说 所有的合作厂商针对各自负责的产品 进行不断的技术研发和提升 让用户体验 体验感倍增 但是呢 价格依然维持在符合低端大众市场的一个价格 产品呢 却随着时间越来越贴近高端的高端精品产品 这就是属于市场颠覆性创新 它是怎么做到的呢 也就是说我们爱多美公司是怎么做到的呢 就比如就比如说我们 很多人都知道这个拼兮兮 大家知道是什么吧 啊 大家都是知道的 对不对 所有在所有的人 在这里拼了 砍了的时候 到一定程度 这个价格就会降下来 降到我们觉得 哇好便宜啊 这种这种价格端上 因为它有了购买人数的一个保障 但是他们 没有带给客户体验的一个保障 而爱多美同样 全球采购全球销售 我们看一下这里 它是有一个我们爱多美的一个流通体系 它叫 超链接流通枢纽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概念 在我们爱多美里面独有的一个概念 它是什么意思 就是全球采购全球销售 它是在打造消费者信任的 品牌 爱多美要成为我们所有消费者值得信任的一个品牌 这是我们公司要走的一个方向 把我为所有的消费者把关而十 十多年来的积累啊 很多已经有很多的粉丝了啊 我们我这个粉丝量好像是没有写写出来啊 我们已经有绝对的 很多的忠实的粉丝 那来保证这些大量的真实的消费 而公司仅留很少部分的利润 并且还与 经营者合理的均衡分配 这个就是爱多美公司 那我在这里提到的真实的消费指的是什么呢 就指的是你不管你是经营者 还是不是经营者 他都愿意 并且热爱使用爱多美品牌的人 叫真实的消费者 而在这里提到的均衡分配 简单的与大家分享的话 分享是如何分配的呢 来 咱们看一下啊 我们来先看一下这个 诶 这个数 这怎么没了呢 这个数据 等一下 诶 为什么这个数据会没了呢 嗯 哎呀 这个失误了 这个数据不知道为什么突然进门了呢 嗯 嗯 那我就口述吧 口述 不跟大家讲 看一下啊 其他的 稍等一下啊 稍等一下 我看一下其他地方有没有 我先停止一下 目向 马上给大家 大家找一下啊 嗯 嗯 哎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这个就过吧 这个就过吧 啊 啊 就是说啊 我们 我们 是如何分配的 就是我重新跟大家共享一下这个画面啊 嗯 嗯 嗯 这个数据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间去 能美了 哈哈 啊 来 这个吧 啊 就是嗯 我们是如何去平均分配的呢 就是说 公司 来我 我拿这个大图跟大家讲 嗯 公司 会把这个利润值 利润值拿出来 呃 我们按利润值来说的话 就是把 20% 按公司总销售量的PV的 也就这里这里写的是PV 但是我们中国来说的是爱分值啊 爱分值的20%拿出来呢 与 所有的经营者共享 也就是平均分配 那在这里面有一个 呃分配的一个制度 当然 除了这个以外 其实我们还有一个正常 我们以 呃 以正常的消费 者 但是这里的消费者指的是可以 呃 在中国 经营的人 因为没有那个刚才那个数据 我不太好跟大家讲解这个具体的方面啊 嗯 直接直接来讲的话就是 嗯 嗯 就就是就是就是说我们我们可以说是平呃 这里这里说的是平 百分之十 营销经理的百分之十 还有哎 这个数据不太好说呀 如果刚才没有那个的话 好 那这个就溜过吧 溜过具体的我们下次再来讲 好吧啊 啊 然后在这里看到的是 嗯 我就溜过这个地方 然后 跟大家说 简单的分享一下 我们如何晋级 如何拿到最后的一个奖金 但是大家要知道啊 所有的事情他没有天上掉下本 的事情 但凡想干点啥啊 首先我们平常去做事情的时候 是不是都会想三年回本 五年稳赚 这事就成了 是不是很多人都是这样想的吗 但是我们爱多美他也不是彩票啊 所以说大家要明白 既然没有 呃我们这里有一个是 给大家看一眼啊 实在是不好意思 今天是 我的失误 按分那个一下子就没了啊 我们爱多美公司提倡 呃就是特点是什么的 没有注册费 也没有强制性的消费 然后呢也没有说推荐的一个奖益 就是无限市场 从零开始的无限市场 然后没有达到业绩呢 他也不归零 但也没有说强制性的让你去做到什么 然后在这里有一个呃收入 他还有一个上限 是这样的 但是在这里面大家可以有很多人说 那哪有那么好的事啊 所以说我们这一个呃他不是说 呃你要去想他既然是有这样的一个自由的 让你去自由去呃 做市场的这样的一个规章制度在 那你就要给你自己去你定一个 如何让你自己赚钱的一个方案 嗯那在这里看到了我刚才说呃他不是送彩票 大家要明白如果 我说他没有本可回的话 在这里面其实我们是没有什么投资的 那没有本可回的话 我们就要看看看我们这三年 我们要去怎么做才行 是需要规划的 你可以去想一下如果 我说我投资了 这三年我想怎么过 我投资去做一件事情了 这三年我是怎么 我想怎么过 您就按那个方案的一半来做 爱多美就够用了 为啥呢 因为我们爱多美 公司啊 他不仅仅说呃让你全盘去做 因为你要做生意的话 从头到尾都是你自己就要去做的 但是在爱多美公司里面 他有一半的事情呢 是公司已经给你做好了 就是呃我我刚才一直说 我在韩国的时候所有的一日研讨会成功学院 教育中心的课全部都去一直都坚持 油都没有辣就是这样 我们公司把 帮咱们把这些都呃规划了一大部分 所以说可以免费学习的地方啊 呃可以去免费学习可以呃可以 去免费的提升我们自己 有这样的一个学习空间 呃那这些地方都在哪呢 就是在网上也在线下也有啊 咱们就叫他一日研讨会成功学院 等等等等啊 然后说到这说到这我想给大家 嗯说 说 我们最后在爱多美里面经营之后 我们最终想要的是什么啊 这个 这个其实刚才那个三角的有些数据没有出来啊 在这里可以看得到我们最后要达到的是这个首席营销总监 首席营销总监啊 是这样的一个一个职位啊 一个职位算是一个荣誉称号 那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到我们要我们有可能拿到的一个呃 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从第一个 进阶每一次成长都会有一个奖励 最后其实很多人都知道啊 爱多美里面有很多人说哎 六百万六百万六百万 它是什么呢 就是最后我们拿到前面的都不说 就是首席营销总监我们最后达到这个职举的时候 我们会有一个六百万相当的一个奖励啊 会给到你 当然还有一些这里有打勾的啊 市场活动补贴啊什么 租赁补贴员工补贴司机补贴等等等等啊 大家有可能会觉得不太现实吧 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有八位八位九位了 八位啊 拿到了这样的一个奖励 是实际上现在完全存在的一个事实啊 啊说到这里我的时间 今天我我讲课的时间并不是太多 啊我我今天 还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 就是想给大家解一个货吧 其实有很多人说啊 我把这个停止一下 让大家看到我的脸 我觉得这样说的话更好一点 我想给大家解 解一个货啊 现在疫情我们有很多人都见不了面 中国去不了韩国 韩国去不了中国 但是其他国家也来不了中国 所以有很多人有一种疑惑 我刚从韩国回来的时候 我是深信不疑的觉得 爱多美就应该复制已经成功人士的一些方式啊 就因为这些方式同样成就了很多国家 与地区爱多美经营者的成功啊 所以中国如果复制了这些方法 必然是成功的 这个是我刚刚离开韩国 甚至是我没有离开韩国的时候 我是有这样一个坚定不移的一个想法的啊 但是我想在韩国的很多领导人也好 伙伴也好 也随有一个疑惑 为什么因为大多数的中国伙伴 可能会反馈你一句话 就是说你们不懂中国 中国在中国那条行不通的 这大家有很多人都听过这样的话 大家应该我估计应该是有很多人都听过这样的话 暂且咱们不说他对与不对啊 毕竟我自己也没有说去直接的实践 然后成功了也没有这个 但是呢我想给大家分享的一个是什么呢 就是来自我们中国总部开会的时候的一些话 他说在爱多美里 我这里突然来个电话不好意思 他说在爱多美里 任何国家的终点都是一样的 就是首席总监 当然每个国家的叫法不同 但是呢还有一个不同点是什么呢 就是人家可能是坐飞机 所以得买飞机票 但是我们必须是坐船所以得卖船票 你若坚持拿着飞机票非得坐船 或者我估计肯定是终点肯定是去不了的 就拿中韩两个国家来说 他并非换汤不换药 而是本质上的不同 请各位经营者在经营过程中 多参考中国总公司的一个意向 这是在烟台他们说的 不是我的想法 我是转述给大家 这个里面的东西是什么 怎么个回事 大家可以自己去评 根据自己的一个想法去评 不过再反过来反转 有一个反转 就是首先产品研发中 公司的中指它一定是一致的 绝对是以大众精品为主的 还有一个就是成功人士的 成功人士的一个思维 方式和他做的态度 绝对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该学习的一定要去学习 该复制的一定要去复制 但是怎么去做 我上述刚才总部的那些话 希望所有的人都去品一品 好的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刚才因为数据的问题 跟大家再道歉 今天我的分享就到这里 希望在座的所有的新伙伴 去深入的了解爱东美公司 因为它是在所有公式 成功的公式里面 它是没有一个是缺的 全部都是必然成功的一个 经营方式 还有一个就是 只要你深入的了解爱东美公司 您终将会成为奇迹的 老伙伴们要相信爱东美带给我们的 不仅仅是财富 还有文化 还有格局 祝所有的人早日得到自由 今天我的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主持人 谢谢 谢谢张美玲老师的事业说明 也是非常短的时间内 准备的 虽然有一些小插曲 但是准备的非常充分 也是一个特别别足心裁的 一个事业说明 还可以 还给我们大家分享一些国内的信息 谢谢张美玲老师 谢谢 那我们爱多美 经营爱多美呢 第一个工程就是我们爱多美的大众精品 那爱多美的产品呢 是自用挣钱 分享赚钱 那下面呢 那下面呢 就有请我们李冰阳 营销经理来给我们大家带来 产品介绍 有请李冰阳老师 哈喽 然后还有啊 我是来自美丽富饶的黑龙江省 江斯市 一科大学毕业以后啊 在医院我就工作一年 结果发现那么被别人崇拜的职业 我是怎么 越来越不喜欢 那个时候知道 这不是我的梦想 不是我想去做的 越做胆越小 后来呢 我就选择和妹妹去南下 到深圳去闯 结果遇到老公以后来到了啊 由于生意的方面呢 需求来到了韩国定居 那么作为汉族的我呀 韩国完全就是一个陌生的国家 语言又不通 去超市买东西 什么贵挑什么 不是说啊好有钱 不是这样的 为什么 因为不懂字 不知道哪一个好 对吧 想贵的肯定质量好 后来呢通过亲戚啊 我接触到了爱多美 我想必刚开始啊 和大家都一样 是不是好多人和我一样 不喜欢因为什么 一直认为便宜没有好货 后来呢 用完产品以后 这个想法就完全的改变了 咱们那个牙刷 大家用过都知道吧 7块钱的牙刷 那么比我之前在超市里买的 十几二十块的牙刷质量还要好 所以这个非常让我惊讶 我就很想快速去了解这个品牌 结果把家里面所有爱多美有中的产品 都换成爱多美的了 包括咱们女人最不愿意换的化妆品 我也都换了 结果怎么样 越用越喜欢 越用越爱 直到现在是怎么样 已经爱多美完完全全成我生活中的重要的一部分了 为什么爱多美产品是 我生活必须品是吧 那么大家有没有发现呢 我们所有的保健食品中 大概基本上都有这个这样的一个标志 不知道能不能看得到 GMP认证 这是美国的一个认证 那么它是什么意思呢 中文的含义就是说它产品生产的质量管理规范 那么世界卫生组组 将这个GMP定义为指导食物啊药品医疗产品和生在什么生产和质量管理的一个法规 那么简要的来说就是说这个GMP要求制药食品等这些生产企业一定要具备良好的生产设备 合理的生产过程完善的质量管理和严格的检测系统 确保最终的产品质量就包括这个产品安全的一个卫生一定要符合法规的要求才是可以拿到这个认证的哈 那么在2015年的2月2日韩国新闻已经报道了咱们韩国爱多美这个叶黄素啊被评价为什么缓解眼部疲劳以及势力问题的一个必需品哈 那么叶黄素叶黄素总是说什么是叶黄素呢 为什么又用用眼过度上医院检查的医生都会给我们建议说你补充点叶黄素吧 那么好我们现在带着这一系列的问题咱们来一起来学习一下了解一下叶黄素以及我们爱多美的叶黄素 首先我们说叶黄素啊它主要是一个抗氧化剂 那么它在扩张血管它有一个扩张血管的功能还能改善血液循环 也是我们眼睛的最需要的一个营养要素哈 那么叶黄素啊它是主要是在甘蓝 羽衣甘蓝以及菠菜呀等深绿色的这些叶有叶子的菜 还有什么以及金斩花还有万寿举整 这个花卉中呢它是含量是非常非常的高了 还有上我们平时吃的一些青菜呀水果像南瓜呀 胡萝卜呀核桃黑芝麻还有什么西红柿啊玉米啊海带 淡黄等等以及葡萄啊这些水果里面都有很多这个成分哈 然后呢咱们爱多美的叶黄素胶囊里面的叶黄素呢成分主要是来自于金斩花哈 那么除了叶黄素这个成分它里面还有什么维生素A 还有芯以及20%的多种类类的一个萃取物 那么黄斑中的主要我们眼睛里有个黄斑啊 黄斑中主要的成分是什么 蒲葡萝卜素的色素 随着咱们年龄的增长啊 这个黄斑色素的密度会怎么逐渐的降低了 那么人体呢无法自己去来形成这个生物的合成这个黄斑 因此呢必须咱们通过外部的食物摄取来进行补充哈 那么当叶黄素不够的时候怎么办 眼睛的时候就会怎么接种的来了很多很多的问题 像咱们刀熟知的像近视啊 散光老花眼像飞蚊症啊 白内障啊什么青光眼肝眼症啊 叶芒症啊以及老化黄斑的这些病变 还有视网膜的这些脱离啊 这些症状都是可以出现的 那么之前咱们出现这种情况怎么办 或者是去眼睛店佩服眼镜 要么就去医院去开点药水 要么就动手术啊或者激光之类的 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知道怎么了 通过补充眼睛急需的叶黄素 就可以帮助我们的眼睛修复 那么我想问大家 我相信你们都愿意去补充它对吧 不愿意去做手术啊激光去做这一系列的对吗 那么叶黄素啊能够帮助提高视力 儿童其实近视数量呢是增加我们也可以通过 这个补充叶黄素来缓解的 并且它可以帮助这个视力的那个下降 然后还有叶黄素呢 它主要有什么作用呢 它主要就是要保护眼睛不受这个光线的一个损害 延缓在眼睛老化以及防止病变 那么日光中啊紫外线和蓝光进入眼睛 它会产生大量的一个自由基 导致什么像白内障啊黄斑区的一个退化 还有紫外线呢 一般都能被这个眼角膜和金状体 它可以过滤掉 但是唯有这个蓝光 它是可以穿透咱们这眼球 直接达到四瓦膜以及黄斑 黄斑中的这个叶黄素啊 就是能过滤掉这个蓝光 所以说它可以避免蓝光对咱们眼睛的一个伤害啊 第二个呢就是可以保护视力 叶黄素的作用呢 它是抗氧化剂和光保护作用 它可以促进四网膜细胞中的有一个叫四指质的一个 再生成 那可以预防高度近视以及四网膜脱离 可以帮增进视力保护视力 然后就还有一个功能是 它可以缓解视疲劳 六黄素啊它能够快速的缓解视力疲劳 改善咱们看东西很模糊啊 或者眼睛很干涩呀 眼脏啊眼痛啊 还有胃光啊等等这些症状 然后它还有个功能就是可以帮助提高这个黄斑色素的一个密度 也就是说保护黄斑嘛 促进黄斑的一个发育 再一个就是说它可以预防黄斑的一个变性 以及四网膜色素的一个变性 它可以减少玻璃膜油的一个产生 预防老年性黄斑的一个病变的一个发生 抗氧化呀 有助于预防机体衰老 引起了心血管硬化 以及冠心病以及肿瘤疾病这些 那么说了这么多 什么样的人最适合吃呢 首先我们看一下最适合人群 经常呢使用电子产品的人 相信现在没有人能离开电子产品对吗 那么电子产品中包含大量的紫外线和蓝光 紫外线呢它会使趋光系统啊 它的透明度降低导致白内障 而叶黄素呢恰恰有增加这个趋光系统 透明度的一个作用 还有刚才说蓝光 它会加速这个细胞氧化 使这个四网膜黄斑呢 去它不足践的 逐渐的一个退化 黄斑并变 而叶黄素呢 还有去抗氧化的作用 促进四网膜细胞中 四指制的一个再生成 可以保护咱们眼睛不受这些光线的一个损害 可以延缓眼睛的老化 以及防止一些眼睛的病变 然后就是说 现在经常会有一些四疲劳的人 就眼睛经常会觉得 今天眼睛好疲劳很困 我也是经常会有这样的症状之前 那么叶黄素呢 它也可以帮助缓解咱们眼睛的疲劳 对于像改善 刚才说事物模糊 眼睛干涉这些都是有非常非常明显的一个效果 然后还有就是说 好多人经常会出现黑眼圈 对吧 有黑眼圈 那么眼部这个血液循环不好 它吸收能力弱呢 这个黑眼圈的人 有黑眼圈的人也是非常建议吃的 为什么 眼部呢 其实它需要的元素是很多很多的 像维生素有A呀 D呀 E B 还有像钙呀 胡萝卜素 花青素这些 那么为什么我们重点要推荐它去补充叶黄素呢 首先因为叶黄素它具有什么呀 促进血液循环的一个作用 那么任何的一个营养都是需要血液去输送到达 眼部的才能被吸收对吧 输送到眼部才能被吸收 那么眼部这个血液循环如果不好的话 它就会降低眼部对营养的一个吸收和利用 而且有了叶黄素的促进血液循环这个作用呢 它才能让更多种类呀数量 以这些营养对我们眼群去去吸收和利用 然后第四个就是中老年人呢 他势力会有会经常会下降对吧 像信息时代啊 电子产品的普及啊 白内脏啊 老年性的黄斑病变呢 越来越低灵化了 叶黄素的抗氧化能力呢 和增强这个趋光系统的一个透明度功效 可以有效的延缓这个眼部技能的衰退 叶黄素呢 良好的抗氧化能力呢 甚至被用到延缓衰老 甚至被用到预防癌症中好 因为中老年可以提前去补充叶黄素 眼部这个老化 老化以及黄斑的这些病变的这些症状 以上这四种人呢 其实如果眼睛已经出现不适应了 那么一定除了吃叶黄素以外呢 其实还是需要注意什么呀 注意休息的对吧 因为毕竟眼睛是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一个部位 我们心灵的窗口对吧 不像我们皮肤啊 说损伤了之后啊 还可以复原 有的时候眼睛一旦损伤了 那就是永远不可修复的 所以说大家一定一定要注意好 保护眼睛 然后还有特殊人群就是我们的儿童 那么现在由于疫情的关系 好多孩子都在上网课 我相信好多家长都 都家里孩子都在上网课 对吧 都非常关心我们孩子 哎呀 是不是孩子经常上网课 经常接触这些电子产品 要不要吃一点叶黄素呢 其实叶黄素啊 它是一种天然的抗氧化剂 又叫做类胡萝卜素 其实叶黄素有一定的明目的作用 还有利于视力的健康 但是由于小孩的体位功能啊 特点以及孩子视力呢 它是有一定的特异性的 所以说儿童在服用叶黄素的时候 我们一定首先要清晰的掌握 儿童的一个孩子的健康情况 以免对他身体造成一些不必要的伤害 那么像孩子如果长期吃叶黄素的话 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危害呢 这个希望大家记一下 如果说孩子有假性的近视的话 那么经常长期服务这个叶黄素 它会影响孩子一个视力的恢复 有可能会耽误这个治疗 再一个就是说叶黄素啊 对小孩的一个胃肠道呢 它是有一定的刺激的 如果说小孩这个胃肠道 十分敏感的情况下呢 可能会出现腹泻呀 或者形成呕吐恶心等一系列的症状 所以说呀 如果说您要准备给孩子 吃叶黄素的时候呢 我建议还是一定要遵医嘱 多听听医生说 能不能吃多少这个量呢 最好是遵医嘱 然后在这里温馨给大家提示一下 平时呢 我们一定要注意用眼卫生 我们不要长时间去盯着某一个东西看 就不要盯着手机看 会造成这些势力疲劳的 我们可以经常用这个 药店里可以买那种人工眼药水 或者是淡的那个盐水 经常清洗一下眼部 有助于消炎凝目的一个作用 然后服用艾东美的这个叶黄素啊 并且每天呢 其实我们可以按时的去按一下眼周围 缓解一下势力疲劳 也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然后不要关灯玩手机 这个是非常要注意的 它会造成什么 这个闪光灯 我们手机这个闪光灯和蓝光啊 对视网膜黄斑的这个退化症 对视力是有非常明显的一个影响的 然后呢 天天玩手机 看电脑 一定要必备咱们 爱多美的叶黄素 它能够有效的缓解老化 退化 病变 减少眼部疾病的一个发生率 还可以保护视网膜 免受光线的一个伤害 保护咱们微细血管 增见眼部周围 微细血管的一个循环 那么这样子的话 就是说对视力保健是有着很明显 很明显的那个功效 帮助消除咱们眼睛红筋啊 有着好多红血丝啊 或者好多人还有什么 流泪的这种情况 还能帮助去除黑眼圈啊 像我们每天没办法 现在每天经常对着手机 或者电脑工作十几个小时 那么近视严重就不说 眼睛又干涩又疲劳 对吧 我相信咱们好多经理爱多美的人 也是有这种症状 对吧 它呢其实严重以后呢 会感到除了流眼泪以后 眼睛还会有酸痛的这个感觉 那么用了爱多美的叶黄素以后呢 眼睛这个疲劳改善了 它就会水润和光亮了很多了 然后呢 叶黄素我刚才说 是眼睛中黄斑的一个主要成分 它对老年性的这个 视网膜黄斑的一个退化 它是有预防作用 然后还可以改善老年人的一个视力衰退 预防老年性的黄斑 所导致的盲眼症 由于说衰老而发生的肌肉退化症呢 它可以使65岁以上的老人 引起不能恢复的一个盲眼症 而叶黄素在预防这个肌肉退化症方面 它效果也是很好的 由于它在人体内不能产生 因此呢 必须从食物中额外的补充 尤其是老年人一定要多吃 美国呢 卫生局早在1996年 它已经建议60到65岁的人呢 每天一定要补充叶黄素6毫克 那么现今的科技时代 我们可以根据自己 其实我们可以年轻的时候 现在就开始补充叶黄素了 眼睛中的叶黄素呢 它对紫外线是有过滤的作用的 有保护 由日光电脑等所有的发射紫外线 和所导致的对眼睛的视力的 一个伤害的作用 那么降低白内障的发射率 改善眼花 眼色 用眼疲劳 一定要怎么样啊 每天吃上一叻 还多美的 叶黄素 对吗 好 我今天的叶黄素分享呢 就到这里 让大家都可以有一双 明亮健康的眼睛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李斌杨老师的产品介绍 非常受益 之前我也是在我们的小团队 讲过这个叶黄素 但是今天听 毕竟是学过一的 那我们李斌杨老师的讲课呢 就受益更多 谢谢李斌杨老师 那下面呢 就有请我们的 我的 张一兰营销总监 我都不知道用什么样的 怎么样的词汇 去介绍我们这个 这位大领导了 那有请我们 智慧美丽大方的 张一兰营销总监呢 给我们大家讲一下 爱多美的成功 成功之路 有请你来营销总监 谢谢 谢谢金顺基高级营销经理的介绍 大家晚上好 大家没睡着吧 来 睡意我一下 我没睡 这样睡意我一下好吗 今天晚上的课程 真的是太精彩了 前面的张美玲老师 还有李斌杨老师呢 其实是我们 顶峰团队的 金牌讲师 他们的这个 这个讲中文的这个水平啊 也是非常的高 我听了他们这个分享之后啊 特别是张美玲老师这边 他每一次在分析我们公司的这个 这个公司和在外界 或者说他学到的一些 现在的发展的一个状况 用理论的东西呢 在跟我们爱多美的这个公司 相结合的时候 我们爱多美公司 是跟现今的这种 时代的这种发展 它是接轨的那种感觉 他好像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呢 来介绍我们的爱多美公司 所以呢让人呢 呃非常有呃有说服力啊 听完之后 哦觉得真的 呃确实爱多美这家公司 呃跟时代的发展 呃是完全相同的一种感觉 呃今天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 呃好像是因为打了疫苗 但才过了一段时间了 但是今天的感觉这个身体啊 好像有点这个 像要来感冒啊 这种这种这种感觉哈 但是刚刚喝了一个幻力 然后呢又听到我们这个张美玲老师 跟李宾尔老师的这样的一个课程之后 我觉得爱多美的课程啊 好像有一种呃就像打那个预防针的这种感觉哈 一下子这个这个热情又又上来了 呃那今天呢 呃大家有可我刚才有看到 呃这个 带新人进来的老师有没有 好像没有 好像我自己举了一个一啊 我我是瞎掰的啊 我就我为了配合弄了一个一上去 那么我们今天今晚进入的所有的老师呢 基本上呃是我们经常啊进入到我们大团队来听课的老师们 嗯 但是我希望呢大家在周三的这个课程啊 尽量去邀请我们的新的会员 呃可以进来一起来呃聆听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课程 因为事业说明跟产品说明 非常好对吧 后面的这个领导的一个呃这个演讲也是有也是非常非常精彩的 所以呢对新人是非常好的一个课程 呃那么既然今天晚上进入的都是我们经营者 那今天我的内容呢 嗯就要说真格的了 嗯很多人都在问为什么有些人在爱多美获得成功 有些人为什么在爱多美没有或者无法获得成功 或者说呃已经过了一年两年三年的时间 为什么没有一个结果 那么我们在国内的时候很多时候呃大家都都听过应该呃 都都都听过一句话叫实干知道吗 听过吗这个啊实干精神哈 我觉得爱多美也是需要实干的 很多人都误解爱多美啊 只要参加系统会议就可以成功 嗯是的这是一个环节 但是另一个环节你真的要去实干来真格的 你才可以成功 我是这样想的 那么很多刚开始来经营爱多美事业的伙伴们 他们在一开始的时候这个想法呃 是我觉得哈不太成熟 那么通过参加爱多美的系统会议 你才会慢慢的变成熟 所以爱多美每一次参加系统学习 这个学习啊 这个学习以往我们的学习只是一个理论 但在爱多美 你在学习的每一次每一句 你学习的每一个过程 每每一分钟都将会成为你的 跟你的收入有有连接 我是这样想的 所以学习也要认真 那么实干是什么 比如说爱用产品 我们都会说爱多美 你要想在爱多美经营 爱多美这样的一个事业的话 你必须要爱用产品 我们听过很多了 但是我们的爱用是怎么爱用的 我家里缺什么 啊 我的化妆品当中缺一个水 买一个水 我缺一个洗面奶 我买一个洗面奶 来用 大家觉得这样可以吗 这个呀 我觉得不叫爱用 我觉得你要是说 如果说真的想要在爱多美 获得成功的话 你要 把这个事业当成一种事业的话 你应该是把这个产品 爱多美的所有的产品 买下来之后呢 来使用 这个就需要实干 我说 我说这里面是实干是什么 什么意思呢 真的来实的了 什么呀 你要花钱去购买 对吗 我想要经营爱多美 但是我怕花钱去购买爱多美的产品来用 来真格的 就不用了 对吗 那您对这个爱多美事业的一个 嗯 叫什么 应该怎么说 爱多美事业的一种 你是真的要做吗 如果你是一个企业的老总 你会不会 这样去做 你有没有真正把爱多美当成事业 这个就要去反思一下 那国内有100款产品 起码我能用的 我全部都要买下来之后 我要一个一个的就像一个实验室里面 我来试用这个产品 真的好还是不好 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 你要用出来 那很多人就开始误会了 啊 你这么说 是不是为了你的业绩 才这么说呀 您买的那个产品呢 只够充当我一天的业绩 您只有持续的买下去的时候 我才有真正的业绩存在 所以呢 我可以毫不犹豫的说 跟我的业绩没有关系 只有一天的关系 可以这么讲 所以爱用产品呢 绝对不是为了某个上级领导去购买的 而是真正为了自己的事业去购买的 这需要实干 好 第二个实干是什么呢 是参加会议 啊 爱多美要参加会议 但是很多人对这个参加这个系统会议啊 有一个误解是什么 啊 所有的 大家知道的直销传销都要这样 那非得要去参加会议吗 啊 非得要去参加会议吗 怎么所有的直销传销都这样去讲呢 嗯 刚才我说过哈 你没有去学到一些东西的时候 爱多美其实非常的简单哈 爱多美怎么去做呀 真正实干的东西是什么 你 去 呃 你你先成为消费者 然后再去分享 给别人 然后这位呢 也成为消费者之后呢 通过通过 呃 了解爱多美这样的一个视野 然后呢 成为经营者 这个是一个循环 但是这个循环 如果说你没有一个系统的会议的一个学习的话 你没有一个知识的话 你怎样去跟呃 你的就是消费者或者是你的会员去讲呢 你讲什么 你有没有内容可以讲 是吧 我们这个嘴啊 虽然我们听到了 但是我们说 又是另一回事 我们能听懂 但是说又是另一回事 所以呢 你在不断的学习的过程当中 你才能出去讲 那么这个就需要参加系统会议 那首先是一个学习的问题 然后还有一个呢 大家说哎 参加这种会议啊 就是洗脑 嗯 我觉得我们就应该去洗脑 嗯 没洗 我们这30年 大家没有洗 啊 没有被洗脑 好 大家成功了吗 那再说说传统的行业哈 如果说你去开一个 呃 开一个连锁店也好 你肯定总公司都会邀请你去参加会议 对不对 参加培训 对吗 你在三星工作 公司也要让你 培训几个月 至少的 而且三星这样的公司更会花重金去培养去培训 培训这个职员 那我们只有不断的学习当中才可以让我们提升 我们原来的样子啊 是不会让我们成功的 所以呢 我们需要一个提升 还有一块就是你只有去参加会议之后你才能跟你的指导老师呢 有一个呃可以说沟通无障碍 指导老师跟您说的一些话呀 您 有可能没有去参加会议的时候呢 参加系统培训的时候呢 有可能听不懂 但是你持续的去参加的时候 跟你的指导老师 有一个共同的语言 所以你们交流起来会非常非常的顺畅 这非常重要 所以参加会议非常非常重要哈 那还有一个跟大家的呃 这个收入直接相关的是什么呢 呃 这个里面大家来检阅一下自己 现在哈 我们参加会议的老师 呃 我已经 经营爱多美一年多了 举一下手好吗 嗯 很多人都举手了 是吗 那 呃 呃 我们经营爱多美 有些时候 哎呀 我经营了这么长时间 呃 经营了这么长时间 但是 我为什么没有一个 呃 好的 没有我理想的那种结果出来 大家有没有把这样的一个 嗯 平衡掌握好 大家检阅一下哈 刚才所说的到外面去约人 见人 谈人 然后去分享产品 去呃 呃做事业说明 然后还有一个呢 是参加系统 某些老师呢 在外面 分享做得非常好 约人 谈人做得非常好 但是他没有参加系统 但是参加系统 他是参加系统 但是呢 是一种形式型的参加系统 就是进来之后啊 哎 就看这个点 然后 呃 就把这个 我这个脸就 就放到这里 啊 指导老师我进来了 很形式性的哈 就是 就是我 我就是报个名 然后我的这个状态呢 就不在这个会议里面 这个内容啊 我听不进去 我 我就是耗时间 还有一些老师呢 听课听得非常的认真 但是呢 他没有拿着这个 理论的东西呢 出去之后 约人见人 他没有去做这样的一个动作 那这样的一个平衡 也就是你这两个都要抓 两者折二 这个两个都要抓 但是我有可能 我喜欢做这一块 但是我这个就不喜欢去做 所以就少做 好 简约一下自己啊 一年两年三年的老师 那么我不愿意做的 我自己想一想 我自己不愿意做的 那大家更要去努力的去进行 说明我差在这 知道吗 嗯 好 只有这样持续的做下去 然后去邀约我的伙伴参与这样的系统会议 才可以 有什么组织出现 有我的组织 现在进入的所有的老师呢 都是我们顶峰大团队的老师们 但是顶峰大团队人再多 公司发展的再好 我没有组织的话 我的收入 就是没有的 那想要发展我的组织的话 只有邀约 就去邀约 好 第三呢 就是我与 嗯 指导老师的一种关系 大家刚刚来进入这个爱多美 呃 这样的一个事业的时候 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我非常努力的去做 那我的老师呢 我的指导老师 他将会把我的一个呃 这个这个努力的一个成果呢 呃 就是毫不呃 这个这个这个 叫什么呀 不不不费不费力的 然后去去就去把我的这样的一个成果 拿走 有没有这样的想法 我刚开始也是有的 因为我们这样的一个 嗯 行业的一个特征 那我们呢 就要去接受 虚心接受 嗯 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行业的一个特征 而且呢 我的伙伴将来 我有了伙伴之后 伙伴的 努力的成果 也是跟我一起 来呃 这个这个赚取这样的一个收入的 那这个我们就要去承认 这个也是我们这个事业的一个优点 如果你便不接受这个优点 如果你觉得你这样去做 哎 感觉很 难受 哎 不得劲 嗯 那我们就不能去选择这样的一个事业来进行 这是一个最基本的 嗯 所以呢 要放平呃 这样的一个心态 然后跟自己的指导老师呢 努力的一起去经营爱多美这样的一个事业 所以爱多美啊 它是一个呃 叫什么 合作伙伴的一个状态 都是一个合作 合作的一个形式 所以合作是什么意思啊 你必须 你要有你自己的一个责任存在 你你有自己要做的 然后你的指导老师有指导老师的一个责任 然后你的伙伴呢 也要进行这样的一个责任 所以每一个人他都有自己的一个任务 完成 某一个人完成的少了 那某某一个人将会完成的更多 那就 我觉得这样的话会出现受害者 那我们基本要做一个公平的一个事业对吗 所以我们呢 全部都是一样的 不是说领导 你就哎 吃点亏吧 往往领导都是在吃亏的这个位置 但是你老是让他一个人吃亏的话 这也是一个很不好的一个现象 伙伴也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全部都是一个一起来经营的 嗯 好 将心比心啊 这个是一个复制的事业 所以呢 希望大家在介入 来进入我们爱多美这个事业的时候 要把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想法 捋清楚之后 经营爱多美事业的话 你的心态会非常放平 你不会有一种抱怨 如果你一直在抱怨的话 一年两年三年之后 你会很累是吗 钱是有可能赚到了 但是你心累的话 这也不是一个好的现象 对吗 好 呃 第四 第四是什么呢 呃 一个挑战的问题 挑战营销经理 嗯 如果您现在经营了爱多美事业 一年 以上 但是还没有去挑战营销经理的话 我觉得您的速度太慢了 我觉得您应该加快速度 嗯 很多人说 爱多美可以慢慢来 我也是这样想的 因为大家想一想 哈 爱多美好像看似 慢慢来也是可以的 因为是 两个市场 无限市场 而且是全球 一个号 就可以 所以呢 不断 不断 的 慢慢的 一个一个的去找的时候 就会出现 比我有能力的 或者是比我更 更 呃 有人脉的一些人 进来 来经营 他经营的好了 如果找到了 这样一个两个人的话 那 我是不是就成功了 这个是一个 大错特错的一个想法 我本人也是也是这样想的 我本人也是这样想的 真的 我觉得爱多美就是这样简单 但是我经常会说 哪一位 怎么那么傻呀 会 会 站在 呃 在我的两个市场里面 就这样的出现了 我不努力去做 然后就出现这样的一个人物出现 可能吗 哎 大家有听到吗 能听到吗 我觉得好像停止了 能听到声音吗 能 能听到 啊 能听到啊 能听到 都停止了 现在所有画面都在停止了 啊 金顺基老师在动 嗯 好 好 那 这四项 呃 这四项 所以呢 呃 营销总 营销经理 这样的一个级别 大家很想去挑战一个最高的 呃 做到最高的 这个首席营销总监 这样的一个级别 但是很多人 我想做首席营销总监 但是营销经理 就很怕怕 哈哈 对吗 那么如果说这样的情况下 能够达到首席营销总监 这样的一个级别吗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难的事情 所以呢 大家要勇于挑战 而且 一直 我一直都在说 嗯 我本人一直都在说 营销经理开始 才是我们爱多美 呃 真正的 事业的真正的开始 有没有人示意我一下呀 全部暂停了 能听到吗 能听到 哦 能听到 能听到我的声音是吧 哦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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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觉得进行爱多美事业呢 就是经营一家公司 所以呢 希望大家呢 就以一种 呃 做经营 呃 一个 经营者的一个 呃 心态 去经营爱多美这样的一个事业 好 呃 最后呢 很多人是不是都羡慕我们爱多美 呃 刚开始 在09年起步的时候 那17位 呃 听爱多美 呃 调汉级会长的 这样的一个事业说明之后 来进行爱多美 的人 17位 大家记得吗 他们是爱多美的 呃 叫什么呀 呃 初创 嗯 初创技面部 嗯 就是刚开始的 呃 呃 元老 元老级人物 啊 那 这样的一个元老级人物 大家都很羡慕 是吗 但是我觉得我们国内的伙伴 没有必 没有必要去羡慕他们 因为爱多美 在国内 在中国 去年 才刚刚开始 才只有一年的时间 其实大家呢 就是元老级的人物 大家可以加快速度的 我觉得 进行爱多美 不是要慢慢来 你心态要慢慢来 但是你的动作一定要快 加快脚步 手和脚 嗯 一定要加快 那么 爱多美的 元老级的人物 将会是大家 在通过五年 六年 或者是七年的这样的一个努力之后呢 我们国内的伙伴们 在我们顶峰团队 一定也会出现 首席营销总监 那么我希望 是您 是大家 今天我这样的一个内容呢 是针对于 刚刚开始 或者说一年 针对于 爱多 经营爱多美之后 一年 两年的这样的一些伙伴们 大家 有的时候出去 可以遇到一些 会遇到一些拒绝 或者说我不敢去说 那么 我自己的一个心态 我自己 我本人 怎么去想爱多美 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 就是 会让我们 敢说 不敢说 这个就在于我们了 我们怎么去想爱多美 我们是不是把爱多美 想成了 所谓的传销 我们是不是把爱多美 我自己本人想的 不是说对方想的 是我自己想的 我是不是在邀约的时候 把这个爱多美的系统会议 想成了一种洗脑 我们是不是在邀约 其他的伙伴进来的时候 是不是把这个爱多美 当成了我把 我从他的这个口袋里 口袋里 要赚取钱 是我自己的心态 所以呢 这个心态一定要摆正 希望大家呢 通过今天的这样的一个会议呢 可以摆正心态 然后积极的去爱用产品 积极的参加会议 然后把这个两者折二 就是把这个两个系统会议 跟现场的这种进行 进行这样的活动 一定要两手抓起来之后呢 真的成为一个实干的人 真正有成果出现 好 今天我的会议 今天我的内容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张艺兰营营总监的 精彩分享 谢谢 账货满满 谢谢营营总监 那听完三位老师的课程之后 有没有老师要主动打开 麦分享一下呢 举手示意一下 哪位老师要分享一下呢 举手示意一下好吗 举手示意一下好吗 揮揮手也可以 90多位老师 连一位老师都没有吗 大家好 我是一山顶峰团队的 金金玉钻石大师 今天呢 这个群里头由我姐在场 头一次参加这个 中国 中国与事业说明 举手的会议 我今天特别兴奋 因为今天礼拜三嘛 还有那个RCC 有毕业典礼 我姐没进那个群 进到这个中国的团队里头 我特别很高兴的 因为我摆 摆遍说不如在这听一遍 但今天的讲课呢 特别特别精彩 因为张艺兰本部长 我特别尊敬的乔博当中领袖 还有李宾洋老师 还有张美玲老师 都是我特别特别崇拜的老师和领导 今天反正受益太多太多了 包括我姐 我特别特别感谢这个顶方团队的组织 组织这个全中国 针对中国市场的群的张艺兰本部长 然后呢 我也是紧跟着这个团队 紧尽努力 我也是通过这个训练 我早日站在讲课台上 谢谢 好的谢谢 谢谢金金玉老师的分享 相信 相信金金玉老师的姐姐也能 也能听懂了爱多美的事业 谢谢 还有哪位老师要分享一下呢 一下子好安静啊 没有人分享吗 举一下小手 领导们也可以分享一下 有人举手了 有人举手了 哪一位 啊 啊 金言书啊 等一下啊 好的 给你打开麦了 哎等一下 稍等 哦 好了 各位老师 各位老师 大家晚上好 我是爱上顶峰的金言书 嗯 今天晚上我想 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嗯 嗯 我 我首先就是 刚刚李敬阳老师说的那个 那个叶黄素 嗯 我近期我也有在吃 因为我的眼睛 嗯 总是会有干涩 然后动不动就自己 就流流那个眼泪 特别是左边这个眼睛 因为我有散光和那个 呃比较严重的那个近视 嗯 然后特别不舒服 就吃那个叶黄素 但是我现在吃了有 嗯 之前我有吃了几个月 然后后来停了 停了以后 他又开始流眼泪 我最近又吃了有半个月左右 然后这个眼泪 他有很明显的就是 没有以前流的那么严重 嗯 再一个就是我们 张一兰总监 今天讲的 这个课就是非常的受益 非浅 因为我现在 嗯 想要挑战一下经理 那么我一开始先 就是深入了解的这个爱多美 也是我们张 送到我们张一兰总监的 跟我聊的一些梦想 其实这些东西 然后就更 嗯 进一步的更深入的走进了 我们的爱多美 那么我这次挑战 营销经理呢 也是 因为我们张一兰总监的 一句话就说 你在准备什么 你打算准备到什么时候 那你准备到那个时候 以后你觉得你会怎么样 嗯 嗯 这三个问题问得我有点懵 嗯 确实我准备那么长时间 我准备了什么 那到那个时候 我是否能准备了像我 心里想的那么完美完整 然后我就 不顾三七二十一的 我就直接就打算 马上 立刻 实施这个 挑战营销经理 嗯 然后 嗯 我 我有很多的毛病 也是今天我们张一兰总监 讲出来的 就是说 嗯 低级的与我们的那个 指导老师沟通 然后有很多的负能量 嗯 我确实也有 每天坐在家里 我都想哎呀怎么办呢 我要挑战了 我该怎么办 特别焦虑 嗯 但是每天坐在家里想 确实是 这是想的 没有行动 也没有走出去 这个家门 也没有行动 然后没有跟任何人分享 我们爱多美的产品 和我的收益之处 那你就不可能有你想要的结果 所以 嗯 你想要是什么样的结果 你就要走多少步 分说多少话 分享多少的东西 嗯 这个是特别受用的 那么 嗯 我就看着我们的上级领导 我的指导老师 然后我们的张一伦总监 然后向他们学习 多多吸取这些 嗯 精华 然后用在自己身上 嗯 非常感谢今天三位老师的 嗯 无私分享 谢谢你们 谢谢 谢谢今天说老师的分享 嗯 希望你能早一早一天的敢于迈出第一步 加油 那我们现在最早最后一位老师来分享一下 好吗 最后一个名额了 我看谁能抢麦 没有吗 举手示意一下 或者是挥挥手也可以的 我想要讲 但是我没敢举手的举一下手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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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真的会有这样的感觉 嗯 想想要分享 然后 哎呀想要举手 然后又想举又不想举 哎呀不敢举 这种那种感觉 哪位老师 没有吗 没有吗真的没有吗 真的没有吗 我真点名了啊 啊 崔景福老师 举手了吧 好 等一下啊 给您开一下 好嘞 这么这么珍贵的机会 大家都不抢着分享啊 那我 我说两句 其实爱多美事业是什么 嗯 其实爱多美事业 可以说是 爱多美其实就是一个工具 我们走向成功的一个工具而已 我 那我们来到这里直播间 大家 有没有考虑过 就像我们不举手 不发言 大家一辈子要当兵吗 是不是 大脑当中 刚才张一兰 营销总监也说过哈 呃 要成功 为了成功来到这里的 对不对 只是 呃 我记得我刚刚开始 经营爱多美事业的时候 真的是 没机会上台分享 每次都是自发的举手 上台分享 其实 每一次都想举手分享 我希望新人 啊 就是刚刚开始去经营的人 每一次都举手去发言 我希望可以看到这样的场景 为什么 因为是跟我自己的一个 挑战的过程 不是跟某一个人去做对比 是我跟我自己做挑战 啊 今天呢也是 呃 我也是有自己的会议 然后呢 呃 稍微晚一点点进入到直播间 一直在听 每一堂课 也是恰恰 呃 呃 因为我们有顶峰团队 这么一个团队 呃 所以 一说到顶峰团队的系统 有的人就说 哎呀 我希望能听到你们的课 呃 真的是好多人在给我发这样的信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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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所以呢 我就是很多人就是给我发私信啊 呃 发微信 因为大家知道有其他哪怕是其他团队的伙伴们 给我发信息会问的话 我也会 只要有时间我会回答他们 因为都是爱多美的经营者 而全球的爱多美对不对 不管是哪个国家 不管是哪个团队的 我都会乐 亦不容辞 假如说我有时间的情况下 我都会告诉他们 所以呢 他们就是我 我会偶尔偶尔会把我的这个链 就是不是链接 就把我们的图片放到我的朋友圈的时候 很多人给我发信息 我能参加你们的会议吗 只是我没有把链接给他们 嗯 为什么因为是顶峰团队的系统 我希望大家把这个系统利用起来 呃 也感谢今天呢 也是张艺兰营销总监的这个课呢 也是 啊 也是突然 就是 呃 我 也警醒了我一些 呃 有时候我也是懒惰的病 人性懒惰嘛 对不对 我也是有时候懒惰 呃 实实在在做事情 呃 这句话是真的是对的 呃 自己播撒出多少种子 做出多少成绩 那最终的结果 才能出来 没有做事情 要有结果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包括我现在刚刚所说的 我要成为成功者 我不付出那么多努力 我不做自我的成长 哪来的领导领导者 对不对 啊 所以呢我们希望大家一起一起分享 一起参与到分享当中 啊 啊 哪怕是这个短暂的客户的分享 啊 我的分享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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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崔景福老师的分享 那因为时间关系 糖果呢 快十一点了 因为时间关系呢 我们 那就今天 那个结束今天的会议 那今天进入 会议会议的所有老师呢 所有老师的爱多美事业呢 就像滚曲球一样 越做越大 越做越好 那我们爱多美的会议呢 就由私讯来结束今天晚上的课程 大家把麦都打开一下好吗 好 私讯准备好了 私讯准备 加した 灵魂 酭忠目 今实语 限定信念 坚强福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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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辛苦了 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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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部長,辛苦了 是的,金蘇聯盟,辛苦了 再要 讓我讓我讓我給大咖主持會議太難為我 沒有,很好啊 讓我玩數字,想玩文字太有難度了 好,一併結束啊 好,我們來結束了 好,辛苦了 好,辛苦了 今天結束了